自然是不妥得很 谢言完乃是大臣之女 纵然是犯了死罪 又怎能让你这般折辱 不过是死法不同罢了 结果不都是一样吗 太子又何必这么在意过程呢 还是说 太子觉得 她是你曾经求娶过的太子妃 所以不舍得她被别人先碰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要不然 本座先让给你玩几天 你不去地图 数目之辈 不可理喻 皇上 准吗 行了行了 带走吧带走吧 多谢皇上 放弃只眉开眼笑地 从地上将谢言完捞起来 拦着她的脖颈便亲了一口 不愧是贵人家里养出来的丫头 味道就是跟那些庸之俗粉不一样 你以后可就是本座的人了 请不要紧zeniu